今秋时节,新疆巴音布鲁克国家级天鹅自然保护区的天鹅吹起集结号,大天鹅带领幼小天鹅开始学习飞行,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后,天鹅将开始南迁。 9月26号,在新疆巴州河境县巴音布鲁克国家级天鹅自然保护区内,记者看到上万只野生天鹅陆续集结在一起。 大天鹅开始带领羽翼见风的小天鹅练习飞行,为即将到来的迁徙做好准备。 大大小小的天鹅掠过草原、湖面、优雅的姿态、洁白的羽翼,成为初秋天地间一道动人的风景线。 巴音布鲁克国家级天鹅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大的白天鹅自然保护区,平均海拔2500米,总面积约2.3万平方公里。 每年3月中旬至4月初,数以万计的以大天鹅、小天鹅和尤鼻天鹅为主的真情来到这里繁衍深息。 时至11月在千里,居留期长达半年以上。 牧民塞尔穆加福告诉记者,蒙古族牧民逐水草而居,历来就有保护生态的传统。 为了保护好这些美丽的精灵,当地牧民自发组织天鹅保护队,定期对栖息地的天鹅进行巡视。 天鹅能在毡房旁筑巢、繁衍、栖息而不被打扰。 牧民猪水草而居,树上主要保护附近的水盐、株变的草场、野生动物和水鸟。 不让到水里垃圾、脏水,天鹅能在检房房主着防疫,其实而不被打扰。 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纳钦介绍,近年来,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,家之牧民十分爱惜天鹅。 在巴音布鲁克自然保护区内,天鹅数量逐年递增,活动领域逐步扩大。 相较于往年,今年巴音布鲁克幼小天鹅的数量明显增多。 据悉,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上万只天鹅将在11月中下旬前完成南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